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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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早安 字幕提供 現在是首爾的早上 大概 八點左右 我剛剛起床 現在呢 我人在 陰城的一個防疫旅館 我大概十二天前能從 韓國的 機場 人川機場下飛機 就直接做防疫計程車 在我們來這個旅館關14天 現在只要不管從哪個國家來 然後到韓國的話 就要先關14天 先觀察自己的疫情跟狀況 然後每天都要用他們的防疫軟體 對就是一個防疫的APP 然後去記錄說自己 當天的健康狀況是如何 大概會包含體溫啊 然後有沒有一些相關的症狀 就回報給政府看 對那我就想說呢 我在兩天就要離開這裡了 所以拍個影片來記錄一下 到底一天的生活是怎麼樣 在防疫旅館裡面 但是其實也不會太特別 因為大部分時間就是 嗯 就是 用電腦 大部分時間都坐在電腦前面 就是看電腦而已 那我們就先來一個 Room Tour 帶大家看看當天長什麼樣子吧 這裡是防疫旅館的門口 對就還蠻普通的 就是長這裡這樣子 那它這裡呢 有一個電子鎖 所以如果我們打開門的話 都會發出聲音 平常說我們不會刻意把它打開來 除非是每天送三餐的 或者是有必要出去 像做防疫的COVID-19的Test 之類的時候 才會把這個鎖打開來 對 然後這裡呢 是他們的廁所 就是一般的廁所這樣子 然後上面這邊有 蓮蓬頭 洗澡的時候就是用這個 要從這邊切換開關 就是這樣下一個水龍頭 降上去就是蓮蓬頭這樣子 然後他們有附洗 洗身體的 還有洗髮精等等 還蠻貼心的 好的 那出來之後呢 就是他們的電視 是不是很棒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用心良苦 那電視旁邊呢 這個就是衣櫃 就是一般衣櫃 可是我都沒有用 因為 我平常都是直接放在洗衣箱 裡面拿衣服的 就想說沒有住很多天 就不要用到衣櫃這樣子 然後他們有付我們 十二瓶水 就是喝水喝到飽 這裡也是一個衣櫃 然後 這是一個 曬衣甲 這我自己帶洗衣袋 這邊的話是 我一來收他們付的東西 有 呃 這個不是 這個是我去做 第一次的防疫Test的時候 他們送我的防疫寶 裡面就是有 口罩啊 還有 嗯 消毒的東西 那這裡是 紙杯 紙碗 還有餐具 是紙巾 然後他們 中途的時候 還有送我們 三個泡麵 怕我們會餓 是不是很nice 另外還有肥皂 跟毛巾 對 大致就是這樣 來到 後面的小空間 這裡就是 熱水器 對 然後也有冰箱 可以把每次碗食物 冰在裡面 一般常見的 吸碗槽 還有 微波爐 跟 洗衣機 對 那一般就是 大概每幾天 我就會洗一次衣服 然後洗完之後 就把它晾在 剛剛這個 曬衣夾上面 對 那麼 這個就是 主要的床 平常都睡在這邊 他們一開始就附給我們新的 枕頭跟 嗯 就是 棉被之類的 以防二次使用 然後上面有一台冷氣機 不過 用不太到 因為這邊 現在其實零下 然後前幾天有下雪 所以還蠻冷的 然後下面就是 一般我的座位 書桌的部分 對 然後我超喜歡這扇窗戶的 真的陪我度過很多孤單的時刻 就孤單的時候可以打開窗戶來 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外面有個小陽台 超可愛的 就可以看到 早上的陰沉 對 早上的韓國 超漂亮的 現在太陽就慢慢起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 韓國的太陽起得特別晚 常常我七點多醒來的時候 天還蠻暗的 還有一件是我覺得 超酷的 跟台灣不太一樣 就是 他們 韓國的窗戶有三層 第一層是先 紗窗 就是防溫寵的 然後 第一層的窗戶 還有第二層的窗戶 可能是韓國比較冷 所以需要兩層窗戶來把冷空氣隔絕 因為這邊空氣就會比較冰一點 然後這樣子關起來之後 裡面就很溫暖了 而且呢 最酷的一件事情是他們有 室內的 原廠的暖氣 還有之類的調整機 所以 就 這件事就是 如果要熱水的話 就往這邊按 就會變熱水 然後 這邊是 控制他們的暖氣 他們暖氣 跟我們不太一樣 不是說 就是 一台暖氣啊 然後在那邊送出 熱空氣這樣子 它是 透過地板 所以 這裡的地板 現在採起來其實是 熱熱的 因為 它的暖氣會直接 加熱這個地板 然後 從這邊 有暖氣出來 如果你東西放在地板上 太久的話 它就會拿起來的時候 就會變熱熱的 我前幾天就是把一個 便當啊 放在 這裡的地板上 然後 我拿起來之後 它就整個直接被加熱了 這個就是我 防疫旅館房間 長得大致樣子 那我等一下要來 吃早餐 基本上 每天他們會送 三餐來 所以 每天有三個時間 早上大概會是 在 八點到 九點多 之間 然後午餐會是 十二點到 一點 晚餐會是 六點到七點 他們會 把 準備好的 餐盒 放在 剛剛那個門口的地方 然後他們會 敲一下門 就提醒我說 飯來了 然後就會 就是 戴著口罩 然後去門口 打開門 把那個 餐點拿進來之後 再把門關起來 對 大致就是這樣來完成 吃飯的動作 他們現在呢 還沒有送過來 早餐 因為現在才八點 剛開始而已 可能晚一點會送過來 但是我昨天有 剩下一些食物 所以想說把他加熱來當早餐吃 因為今天沒有課啊 所以我要來準備下禮拜的上課需要的東西 嗯 就是做一些reading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已經吃過早餐 但是 還是來看一下今天吃什麼東西 還是來看一下今天吃什麼東西 好 下去拿早餐囉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早餐 這邊 一罐 有一罐 有橙汁 還有 一盒 三明治 這裡有 一個很大的 應該是 雞肉的總會三明治 然後 這邊呢 是一個 生菜沙拉 有一些 雞肉啊 水果 做種子 然後 喝一罐 醬料 對 每天的早餐其實跟 這個長的都 蠻像的 有時候會是 麵包 就是一整個 有點像 西餐禮盒的那樣子 現在呢 要來 打電話 跟 就是給家人 聯絡一下感情這樣子 對 現在大概是 這邊的 11點 45左右 然後 我剛剛在外面聽到說 他們已經敲門了 所以表示 便當來了 對 所以就要 剛剛忘了講 要戴口罩去拿便當 會比較 安全一點 也保護 拿便當過來的人 他們就會把便當 放在門口 然後 就 用塑膠袋綁著 所以就是 一樣跟剛剛一樣出去 拿便當帶起來 那我們去拿便當囉 一樣是從 門口拿 現在是要拿 午餐 剛剛除了打開門 會有一個聲音以外 它門鎖上的時候 我剛剛影片中 有聽到一個叮咚的聲音 就是 表示說它有確實鎖好 如果我可能關門的時候 沒有關好啊 或者是 沒有真的鎖起來的話 那門就會開始 就是 就是 讓大家知道說 這裡可能會有 危險啊 或者是 沒有做好去加檢疫的方法 這樣子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天的 午餐 上面有 義大利麵 然後 喔 滴水 然後下面有 炸雞塊跟飯 這第一次有義大利麵的一餐 蠻特別的 餐具 茶匙 茶匙 這邊的餐具 他們附給我們都是一次性的這一種 有用完就可以丟掉 比較安全 能夠保護別人 先從 義大利麵開始吃好 吃起來就是很像 嗯 一般的 番茄 肉醬 義大利麵但沒有肉醬 比較 偏酸一點的 醬料 嗯 蠻好吃的 接下來吃一口 炸雞 他是 樣子的 一般的 韓式炸雞的感覺 嗯 嗯 嗯 蠻好吃的 因為他上面有一點 醬油 因為他味道比較 比較不會太單調 蠻好吃的 一口飯 剛剛吃飯的時候 看到一個通知 是在講說 我等一下四點的時候要做 第二次的COVID-19檢測 那來韓國的這兩個禮拜的 旅館檢疫期間 每個人都要做兩次的Testing 第一次是在剛進旅館的前兩三天 第二次是要離開旅館前的兩三天 確認就是你沒有帶病原體 然後是健康的才會 能去跟韓國人群互動 這邊的 嗯 防疫期做的還蠻嚴謹的 現在大概是這邊的 三點多 然後等下三點半的時候 要到樓下去集合 要去做COVID-19的第二次檢測 那 這次呢 想說出來看一下 我上次做檢測 他們給我的 防疫包 裡面有很多東西 像是 消毒的 酒精 還有 一個很大的垃圾袋 跟 一盒 專門是 防疫使用的東西 像它所有口罩 還有 溫度計 跟 這應該是消毒水吧 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對 就是 大致這些東西 消毒的 溫度計 還有 一整包的口罩 那這個口罩 韓國他們現在都戴這種口罩 就是 這種 三段式的 中間有一個主要的口罩 然後上下還有在保護 現在就來蓋一下 這是這個口罩 好 打開是這樣子 但是它 上下 可以再打開一層 然後 放在上面的會有一個鐵絲 就是放在鼻子那邊的跟一般口罩戴法 是這樣子戴一下 嗯 現在就準備好了 等一下就要出發去 就說第二次的 COVID-19 test 哈囉 我們剛剛從檢測的地方走回來 那我過程中沒有做太多的紀錄 所以可以在這邊 稍微講一下剛剛的整個流程 嗯 我們是三點半左右的時候 要離開 防疫旅館的房間 到樓下去做集合 因為會遇到其他人嘛 所以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跟戴著口罩 這都是規定的 那我們就會一群人一起 慢慢走到 鷹城這邊的一個醫院 大概距離旅館要走五分鐘左右 那到醫院中 我們也不是在醫院裡面做檢測 我們是在醫院外面搭建的一個棚子 那棚子裡面會有一些椅子 大家可以在那邊等候 那大棚子裡面還有一個更小的棚子 小棚子就是會有檢測員在裡面 就是檢測取sample的地方 我們所有人會在外面等待 那他會發給你一個小試管 試管上面會有關於名字啊 還有性別等等基本資料 來確認說 喔這個試管真的是我的這樣子 所以他們會邀請你說 我要確認一下喔 這真的是你的名字 以防就是拿到別人的或採集錯樣本 那確認好自己的名字之後 就是進去做檢測 檢測的時候 會取兩個樣本 一個是喉嚨的樣本 一個是鼻子的樣本 都是用有點像棉花棒的東西 伸進去 生畜 就喉嚨生畜跟鼻子生畜 做黏膜的採取 之後會看說這些有沒有 核酸反應啊 或者是有看到病毒的蹤跡 結束之後 會走出棚子的地方 有一個穿著防護衣的人 他會在你身上噴酒精消毒 他也會要求你說要把手都 消毒乾淨之後才能離開現場 對 這就是大致整個 做COVID-19檢測的流程 現在呢 剛剛拿到的 晚餐 看一下晚餐吃什麼 首先呢 他給我們 一碗 湯 對 可以沖泡的那一種 沖泡式的湯 然後呢 是 飯 跟 有點像 烤肉的 這一種 對 好開心喔 這是最後一個能在這個防疫旅館吃的一餐 將將 用完餐了 現在要來洗衣服 因為明天是我最後一天在這裡 然後明天下午就要搬出去了 所以現在把所有衣服洗一洗 裡面才可以打包帶走 這是我自己帶的一個 洗衣袋 把換洗衣物都放在裡面 這個洗衣籃等一下就可以 把洗好的衣服都掛在上面用乾 然後我原本第一次以為說 這個 這個 晒衣 藍嗎 晒衣架 可能會乾不了 但是我發現韓國之間的空氣超級乾 我只要一個晚上 他隔天衣服都全乾了 亮好衣服了 對 就是像這樣子掛在這個 晒衣架上面 以上呢 就是我在韓國的 Quarantine Facility 一日記錄 對 我等一下應該就會去洗洗澡 然後把功課做完之後 就去睡覺 每日在這裡的生活其實都是差不多這樣 大部分時間都在書桌這邊 讀書 看劇 不然就是在床上耍廢看手機 睡覺 對 這就是我的一日生活 在這個小空間裡面 對 但是真的還蠻幸運的在這裡 而且他們Quarantine Facility 真的對我們很好 會三餐送食物 有時候還會有水果 或者是小點心 或泡麵 就怕我們會餓到 每次看到都超感動的 真的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你們收看喔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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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心在家 媒體 跟著 有些小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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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碳 可以踏車用